我叫刘伟 来自重庆 我做餐饮行列 从92年开始做餐饮到现在 今天我们加工的这道菜 是川菜的一个代表菜 麻辣水煮鱼 在我的感觉当中 芒草可野 是最好的食材 这鱼骨 这是鱼肉 蒜片 姜片 葱 花椒 就是干辣椒 麻辣底料里面的 有胡椒粉 皮线豆瓣 这个细末 一个是鸡粉 味精 白糖 食盐 花椒油 这个是鸡蛋 这个鱼现在就是把鱼肉摊下来 鱼头破开 鱼骨切成小块 鱼肉就出来了 两块鱼肉 片出来过后 它的这个 煮的这个火候 它的均匀 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个鱼的骨头 给它腌一下 在鱼片 腌制的时候一定要上香 切去盐 蛋白八十多后 再去粉 鱼骨飞水 豆芽飞水 先把这个锅 炒锅 下油的时候 我们先呢 去干辣椒 干花椒 把它炒出香味 变色的时候 我们就加这个豆瓣 或这个鱼 鱼泡椒 再把这个姜片 蒜片 放在锅里面炒 先下火后下 炒出来的那个味就不一样 再放这个底料 这个过程当中要小火 把这个汤汁的味 麻辣味噶炒出来 小火熬出来过后 我们就把这个 它的渣过滤 把这个鱼骨 把它煮熟味 煮熟了过后 就打在这个餐具里面 垫底 就把这个鱼片 放在这个麻辣汤汁里面 过一下过后 煮熟了 就放在这个餐盘里面 最后一道工序 最后的工序就是 浇油 浇油 这是家里面三个步骤 汤汁一定不能多 煮鱼片的时候 一定要小火焖 热油的温度 应该是在200多左右 我说它特别 拿而不照 马而不母 归隆为后 立即到ustrading.com选购 日常煮食必需品 厨房工具等等 USTrading每一口都是亚洲的味道